银色金屬車身的大型巴士現身台北內湖街頭引起注目 這是鴻海以短短一年時間打造出的電動巴士 Model T 實際上路測試 實際搭上車感受最明顯的就是科技感 前方模子型超大顯示螢幕 刺激的儀表板還是全觸控 空間上也沒有了以往柴油車的氣味跟嘈雜的引擎聲 從座椅到扶手都是以人體工學角度設計 尤其這功能讓駕駛幾乎沒有視線盲點 後照鏡除了取消原本的車外後視鏡以外 縮小回轉半徑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種電視後視鏡可以新增盲區鏡頭 這個盲區鏡頭當亮起黃燈代表旁邊有固體物 為了2050近零碳排願景 台灣的低碳運輸就是首要目標 因為目前全台有1.6萬輛公車 碳排量就佔了台灣整體碳排的17% 因此台灣政府喊出 2030年公路客運全面電動化 政府釋出的1600億元電動巴士商機 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各家大廠都有特色 這邊有兩台非常大的白色的物體 其實它是電池 它這個電池最高續航力可以到400公里 也就是從台北到高雄 你其實一台車充飽電之後 可以直接從台北到高雄非常的方便 也不用中途再加電充電了 其實我們還遠超過400公里 因為有不同的使用條件 市區要高速都會來 但是至少400公里上面 其實我們有做20萬公里的耐久 以及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耐久 都有做一些資金 然後還有強度的測試 包含那些底盤剛性強度 這邊都有做一些測試這樣 目前Model T的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測試期間已經完成20萬公里 加速耐久測試 最快今年在高雄就能搭到 同樣是電動巴士 成為目前已經有超過50多台 再加一根新北實際上路 這台MIT的電動巴士 它們最大的優勢就在於 它們的充電系統 現在司機已經停靠到站了 旁邊就是充電座 20%度的電到80%度的電 只要充電15分鐘 馬上就能繼續上路 快充一次開80公里 不是問題更適合室內公車的調配 台灣的電動巴士產業 發展至今已經超過10年 但市場幾乎由價格相對低廉的 陸製組裝車輛獨佔 台灣本土缺席依舊 但這兩年卻是百花齊放 老牌成運就是其中之一 那從一開始的底盤設計 到三電的整合 到整個的車體的打造 基本上都是在台灣 都在台灣生產製造跟整合 所以拖礦內裝的部分 也都是跟台灣的廠商做 那個 都設計跟生產製造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整台車都是在台灣做生產 第一個我們第一段是退出公車 公車我們有9米跟12米的 第二階段我們現在已經驗證 初步驗證通過了 得到certificate 所以我們將做的是 intercity也就是長途客運的部分 除了引行來自德國 電池來自日本 整台電動巴士從設計研發製造 通通MIT 雖說各大廠經濟搶進 但台灣的電巴普及還是太慢 政府喊出電巴10年1.6萬輛 但借滿一年全台電巴占比 僅僅3.7% 問題就出在成本 電巴成本高出柴油巴士一倍以上 光國外電池就佔了近5成 你補助的話 應該要從電芯開始 你說你今天用國內的電芯 我有不同的優惠的辦法給你 那這樣子的話 我想對系統業者來講的話 他們就會比較用心 來跟國內的這個產業結合 電動巴士能否在2030全面汰換 這跟電動巴士是否MIT正相關 台灣想要有自己的研發動能 就得靠政府政策激勵 才能讓2030綠能運輸的願景順利達標 TVB的新聞 劉宜君成績 蒙惠庭 台北報導 電動巴士車身上映著大大字樣高雄客運 還沒正式營業就先開到市府前亮相 下車的正是鴻海集團董事長劉揚偉 帶著幹部抵達 即發表電動車Model T之後 鴻海宣布首座電動車電芯室量產中心 要落腳在高雄 預計投資60億 能夠在台灣打造這個一條龍的電芯的產業鏈 作為中共業產地的高雄 近年來著重在發展能源科技 鴻海集團的電芯中心將會以橋頭科學園區作為關鍵大廠 如果在2024順利量產 從電池產業鏈上有的材料中油電芯到下油電池包等 都能完整輸出 市長有信心更加碼調高電動公車營運虧損補貼 另外如果購買在地生產的電動公車 每輛有150萬補助 鼓勵電動車產業落地高雄 TVB的新聞高雄報導